他为什么会不跟我好了呢 是因为我不够帅吗 难道我不像谢霆锋吗 你比谢霆锋是年轻 那是因为我不够高 你比一米七十高点 那就是因为我不够富了 那得问你自己呀 其实我原本有个 当富二代的机会 只是俺爹没有珍惜 你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呀 那小童要不这样吧 他既然都已经不喜欢你了 那这个爱情 咱就别保护了行吗 嗯 不不不不 一定要保护的 我特别喜欢他 你既然这么喜欢他 那你们俩相处多久了 十一天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告诉你 这爱情不在于时间的长度 主要程度够深刻就可以了 姐姐 你经历过爱情吗 你的爱情多长时间 就是他 就是他 看见没有 好吧 交给我吧 废话 我请你来当然是你去了 你记得要好好的 要温柔一点 不要伤害到他 好 好 放心 温柔 快点 小童 来 来 可以 来 可以 你是小雅吗 你谁啊 我是来替小童找你的 看来不理他是对的 那正好 要不这样 你给我一个分手的理由 我好转开给他 让他死金 我也就不用保护你们 那个什么爱情了 爱情需要什么理由 不好玩了就说再见了 没了 就这么不负责人 大姐 你也太熬她了吧 大姐 我有 我有这么老吗 姐姐 我劝你 我们的爱情 你就不要去过问了 天哪 行 我年纪不小了 我年纪是挺大了 这也挺好的 你们的世界我不懂 我也不想懂 正好 我看你们那个 诡异的爱情 我也不用保护了 你们俩挺分对的呀 赶紧分手算了 不想听了 你烦不烦呢 太好了 真的特别棒 小雅 你不要听她的 我不跟你分手 我不想看见你了 你快追啊 追什么追 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 我投诉你 投诉吧 无所谓 小雅 姐好不想看了 关小迪 你被人投诉了 你知道吗 知道了 怎么了 烈火神盾 从来就没有 被人投诉过 从来没有 你知道吗 你刚来一天 这个记录就被破了 你简直就是给 烈火神盾丢人 这样下去 你还不如趁早离开 刘生 咱们俩现在可是同事 你别摆出一副 脚光的样子 你没有资格选我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那你不爽可以开除 没这资格了吧 你 我就喜欢看你这种 不喜欢我 干不掉我的呀 我干不掉你 有本事单挑啊 好啊 单挑就单挑 谁怕谁啊 我来呀 你们俩干什么呢 顾晓蒂 你给我来一下 我给你一分钟的伸索时间 那太好了 我告诉你 我是一名保镖 我的任务是要保护 对象的人身安全 我在这里受了这么多苦 吃了这么多醉 我到这儿不是来玩的 我以为是什么大胆的 结果呢 保护爱情 这都什么鬼啊 还有那个柳莎 她从摆出一副 教训你的臭脸 她冷给谁看啊 她总说我们九零后 什么自我 三观不正 缺乏非判断标准 拜托 我父母都是七零后 我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 我虽然很叛逆 但我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低 既然她这么爱教训 那她就应该去当玉井 在这儿真是浪费资源 完了 既然你说完了 那该听我说了吧 第一 小雅和小童 他们之间的情感 无论对或错 你都不能用自己的情感 来凌驾他们之上 这一点你缺乏冷静 缺乏客观 第二 你说你态度没有不好 可你用语言伤害了 你的被保护人 这一点呢 又说明你情绪 缺乏自我管理 这第三呢 就是抱怨 只有弱者才会去抱怨 执行力 是作为保镖的第一道门槛 在执行力面前 没有理由二字 任何的解释都是无能的表现 你对柳商 对你的教官抽言不逊 说明你缺乏自我修养 想得到尊重 首先要尊重别人 只有赢得了尊重 才能最终赢得保镖的尊严 你说得都对 但是我告诉你 你并没有赢得我的尊重 所以不要在这儿 给我讲什么大道理 感谢观看 在此外面 百分之二 我 靠近 似乎 好 知道 我 有关 为